咱们继续开书 上文书啊 咱们正说的 这乌尔会合一战呢 感尔丹把这个清军杀的大败 因为这双方史料 记载的都不是很详细 所以咱们也不知道 在这场战役当中 双方的伤亡到底多少 可是啊 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 这清军惹定是没吵死人 李帆院尚书阿尔尼 给这个康熙皇帝的奏报当中啊 含糊其词的 诚认的战争的失败 但是啊 也没有多少细节 那这还不快吗 这战报很快呀 就打到了北京城 放到了康熙皇帝的龙叔岸上 那么说了半天 这乌尔会合它在哪啊 这乌尔会合呀 又叫厄尔虎合 也称作呢 赫尔魂合和这个赫尔红合 在现在的内蒙古 乌拉盖锅路 所以说呀 您可别以为 这仗离咱们挺远 这嘎尔丹呢 已经把战火燃烧到 咱们如今的中国边境之内了 所以说呢 有的人认为呀 这赫尔丹呢 是草原一带熊主 认为他是个英雄 可是在我心里呢 我不喜欢他 他妥妥的是个侵略者 是个野心家 那么现在的战争呢 发展到如此地步啊 只有两个可能 一呢 是这赫尔丹呢 带领着部队呀 还要望西望南 往这个漠南蒙古的方向推进 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抢够了 他就回他的墨西蒙古了 可是康熙皇家觉得他不会如此就甘心罢休 咱们说中代言呢 这墨南蒙古啊 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内蒙古地区 在这康熙年间呀 那可不只是水草丰美那么简单了 这块地方 牛羊成群牲畜众多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不光是蒙古人 包括皇上他们家在内 很多的满洲贵重的草场 牧场 农场 也在这儿 到了康熙年间呢 墨南蒙古这大片的操场 实际上满洲人已经精灵了几百年了 所以呢 康熙皇帝还是了解他这个老对手的 他觉着 杭尔丹这种有强盗习气的人呢 绝对不会看着这么一块肥肉 不去扑上去咬一口 于是啊 这康熙皇帝就决定 在这个墨南蒙古要摆下一个杀人的战场 把这杭尔丹呢 引诱进来之后啊 系上口的嘴 打一个踏实的全军歼灭 以除心头后患 那么说把这个战场摆在哪呢 经过这个尚书房大臣 以及兵部大臣呢 仔细的这个沙盘推演 他们觉得呀 应该把这个战场放在呀 巴林左旗 克什克腾旗 翁牛特旗 以及查哈尔部附近 实际上这已经是很危险了 因为这个地方啊 离京师只有六百里 虽然呢 这有长城阻隔 有这个雄关险爱 不过呀 在雄关险爱当中 也有不少的小路 小关口 非常容易打进来 这个清朝人自个儿明白呀 他们老祖黄太极 就是从这个龙警官和大安口 抄后路进的北京 要不见 这元重患都师是怎么死的呀 所以呀 这消息从皇宫大内 传到北京城的 其他各个角落之后啊 这八旗兵呢 当然是备战了 慌神的是谁呀 前三门外的汉人老百姓 他们仿佛又想起来 早上年间老人嘴里常说的 北京保卫战呢 元重患都师啊 再往前说 这少保余谦呢 瓦剌野仙呢 哎 关外的这些少数民族 甭管是这个蒙古人 还是满洲人都老厉害了 什么 这敌人离这儿 已经几百里地了 那完了 那一定过些日子 就是兵临城下 那人心一乱 杭是先乱 因为这城里啊 在调动兵马 所以这会儿京师戒严 据这个圣武记记载啊 京师戒严 美牛陆下枪手 派至八名 几乎请国也 城内外 点谢禁闭 米架至三两鱼 我看了不少啊 或是学者 或是这个博主 写的通俗文章 就说的就是这一段 他们解释这一句 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们说这北京城 城内外的大小买卖家 城内呢 自然就是城里 好解释 城外呢 也无非就是 官乡一带的买卖 那这会儿啊 全上板歇了业了 为什么呀 这掌柜的和学徒伙计们 都在家里啊 躲栽避祸呢 于是啊 就导致这米架就涨了 涨到什么程度呢 一斤米 卖三两多银子 那谁跟您这么说呀 您都得催他 为什么呀 我跟您说吧 这米按金卖呀 那是日据时代以后的事 也就是说 这日本人占了北京城 到日本人来了 这米呢 在北京城里才按金卖 原来按什么卖呀 原来按生 按斗 按蛋 那么说这一弹米 正常价格是多少呢 差不多呀 是六七百文 一千个子啊 换这个一两银子 六七百文呢 折合成银子呀 不到一两 那这一弹米是多少斤呢 约等于一百二十斤 因为这个容积和质量啊 它不能换算 所以只能是约等于 这米价上涨啊 哎 这涨到三两多呀 那肯定是一弹米 那已然呢 是涨了四五倍了 那不可能是一斤 要是一斤米 卖三两多银子呀 那王爷也吃不起了 再者说 这北京城啊 只要是南方 不闹灾 哎 北京城闹不了粮荒 这明清两代的通州大仓 有多大 是您想象不到的 北京保卫寨 于谦于少保啊 坚持把仓州大仓的粮食 运回了北京 这才导致这北京城 虽然被困时间很长 但是啊 就没闹粮荒 这都是闲片 咱们接着聊 康熙皇帝的调兵遣将 首先是兵分三路 由他的哥哥 亲命福远大将军 扶权带领 那副将是谁啊 是这康熙皇帝的大儿子 哎 就是印之啊 您要是想不起来是谁呢 哎 我提醒您一下 就是那个著名的电视剧 雍正王朝里 让康熙皇帝骂是猪的那个大个 哎 那字不念提 念知 右路军呢 是康熙皇帝的弟弟 公亲王常宁带领 给常宁啊 也封了个军衔 安北大将军 这副将呢 也是人家皇亲国戚 哎 和朔 捡亲王 雅部 从哪出兵啊 从洗风口出兵 对了 就是那个抗战时期 革命革命军 二十九军 砍鬼子 那个地方 那这完了吗 没完 这康熙皇帝还决定啊 要御驾亲征 他让这个太子应仍监国 自己带着了自己的这些内亲 什么铜国纲啊 铜国维啊 索额图明珠 这一票人呢 参赞军务 也要随大军呢 是压阵出征 可是呢 刚一出古北口 这皇上啊 哎 这个任性 非要出去打猎去 这一圈下来呀 回来汉出多了 汉呢 落极了 哎 着凉了 这一着凉啊 病得还挺重 哎 这风寒呢 好几天高烧不退 身边的大臣呢 紧得秧给 说您还是回去吧 这个打仗的事 还是围臣们来 皇上倒是听劝 就决定啊 班师回朝 哎 他回朝啊 其他人该打仗打仗去 监国的太子啊 和这三二个印旨 就跑到城外啊 来接这个老皇上 可是这康熙皇帝 一看呢 这老二太子应仁啊 脸上并没有悲痛之情 哎 这小子呀 还挺喜庆 只有这三儿子印旨啊 看见这个父皇啊 出去几天就病倒了 回来之后身形消瘦啊 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据这个后来 康熙皇帝自己说呀 就从这会儿 他就有了废太子的心 虽然啊 咱们说的这几句呀 和这个乌兰不统之战呢 没什么关系 不过这件事情 极大了 影响了清中期以后的政治发展 那么说呀 这康熙皇帝的大军呢 是已经出发了 那你就能保证 这赶尔丹就钻进你这个套吗 哎 要不说这里边 他得有个艺术 在这个头出关之前啊 这康熙皇帝的一封信呢 就送到了赶尔丹的大营当中 这信上是怎么说的呢 信上说呀 说前不久啊 你跟这个阿尔尼打的这一仗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事啊 你也不能怨这阿尔尼 阿尔尼呢 是前方指挥的大将军 他见着你 带着兵啊 已经越过了边界了 他能不管吗 所以啊 这才擦枪走火啊 导致了有这么一战 你看呢 这个沃尔河一战呢 震攻我输了 你杀了不少我的清军 我也不怪你 你呀 给我回封信 告诉我一下 你带着兵前来 到底要干嘛呀 不光是送来了一封信 随使臣而来的 还给这赶尔丹 送去了一百头羊和二十头牛 这赶尔丹一琢磨 呦 这康熙 好欺负啊 再加上前两天啊 在这乌尔会合 把清军打了一个溃不成军 这会儿啊 膨胀了 哎 这大汗 赶尔丹呢 他膨胀了 他说呀 金文侍卫阿尔南 率兵级 诸禄军云级 又问内大臣且知 吐血吐寒之子 赶尔坦 台积义在军中 夫之属为之 上士其手 近虽邻十万众 义何惧之勇 这赶尔丹什么意思 这赶尔丹呢 和自个儿身边的人说呀 我其实早就知道 他们调兵潜将了 又是大内侍卫 又是内大臣呢 听说呀 这吐血吐寒的儿子 也在他们军中 你呀 用手攥住一个耗子的尾巴 这耗子还回过头来咬你手呢 怕这个 我就不来了 哎 你呀 有十万兵 在我眼里也是个屁 其实他还真不知道 这康熙皇帝 在乌兰布桶那边 还真给他准备了十万兵 不光是啊 从坤内来的这两路 从这个圣经将军 和吉林将军处啊 也都往这拨了兵了 并且呢 这漠南蒙古 这群蒙古人 哎 那都是皇上家的舅舅 老爷 小舅子们 对了 外加上外甥 那这些人都是干嘛吃的呀 哎 整合自己的布种 也都越越欲试 要升勤 嘎尔丹 那么说 这一带草原行主 嘎尔丹 真就是为了逞强 才往漠南蒙古的内陆深入吗 他知道 到了那儿啊 自己实际上挺困难的 吃一口粮食的 也得跟周围的布种强 可人家康熙不一样 人家大军开道啊 这当地的布种就把粮食主动的献给清军了 因为这块地方的蒙古人呢 跟这个满洲人是一墨子 这清朝大军一到 那正所谓是王师所至 意其所指 这儿的百姓啊 那必然是单石湖江 以嬴王师 可这会儿的嘎尔丹呢 他不这么想 他喝出去了 他为什么豁得出去呢 因为他老窝那边啊 正是两分裂了 他自己的侄子 策望阿拉布坦啊 反了 而且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占据的是准嘎尔韩国 富庶的南半部 他这北半部啊 这土地贫瘠 养活不了自己的布种 就是因为物资匮乏 养活不了这些人 又闹了这个灾荒 所以才跑到这个 墨北康尔喀蒙古来打古草 他这一打呀 哎 这土屑土寒 怂了 带着自己十万部种 跑到墨南蒙古 投赫了大清 那这么一来 虽然占据了 墨北蒙古的土地 但是还是没钱 没粮 没人 没牲畜 那就只有往前打 最起码得捉了 这个土屑土寒 把这十万人揪回来 到了这个墨南蒙古 一看呢 不想走了 这感情啊 比墨北蒙古 富庶的多 这牛羊成片不说呀 周边呢 还有农场 种的全都是粮食 再有了 这离这个北京城 大清国的京师啊 不算远了 就凭这前两天 在沃尔会合 我摸清了大清国部队 真实的实力 还别说我在这儿 休养几年了 就是立刻攻打京师 哎 我看也有把握 于是他给这个康熙皇帝 写了一封信 他说我们呀 就是为了追赶 卡尔卡的仇人 一不小心呢 才进入了大清国的领土 不过呀 您也别担心 我们赫世啊 带着这个土屑土寒 和折不尊丹巴活佛 要不然呢 您就把它送给我 我们是立刻就走 这暗含着 还有一层意思 您得把这个墨北蒙古的这些人 还有牲畜 一并归还给我 不光是给康熙皇帝回了这封信 他带着了自己的人马呀 一直被西被南 可就杀下来了 就到了今天的乌兰不通 康熙年那会儿啊 这叫乌兰不通 您今天到那去呀 您找到这个将军炮的景区 在这个景区的东北偏一点 有一个村啊 叫大红山子殿 到了之后 这戈尔丹一看呢 这山是险要 于是就把大营 他的牛皮大杖扎在了山顶 作为了根据地 并且在山脚下 沿河的画树林里啊 扎起了一片的这个驼城 那什么叫驼城啊 实际上啊 咱们在这个争准的 争回的这个故事里啊 已经讲得透透的了 这准改二军营当中啊 有几万匹骆驼 这部队里的骆驼呀 都是经过训练的 不怕枪炮之声 就是从这牲口耳朵边上打一炮啊 这骆驼也不会受惊 再有前边咱不是说了吗 这准改二韩国呀 有很多的赞巴拉克枪 这种枪啊 就是防御用的 里边啊 比其他的火枪呀 要装出多几倍的火药 里边床子都是散弹 专门用来防御 是一大一大片 都镶嵌在这个驼舵子上 他们呀 把这个骆驼放倒 前后腿啊 用皮条的系上 这样这骆驼呀 就爬不起来了 只能乖乖地在那握着 上边要蒙上毯子 有的驼架子上啊 装上大箱子 有的驼架子上呢 摆上这种赞巴拉克枪 这就是上好的防御攻势 这改二丹呢 给他这种防御攻势 起了个名字 叫做驼城 他心里清楚 这康熙皇帝呀 完不了 所以呢 你不是要维歼我吗 干脆呀 我在这摆好了阵势 等着你吧 那咱们说书不莫分 这时候也不早了 哎 到了这个农历的九月初三 亲命服劍大将军服权 也就是大清朝这方面的主帅 率领的大军就来到了乌兰不同 双方啊 阵营队员 那还等什么 开战吧 不过这服权 一点都没吸取到啊 沃尔会和这战斗失败的教训 还是组织部队正面强攻 那正面强攻拼的就是火力 在火力方面啊 这清军可就吃着亏呢 好在呢 这清军呢 有十六门大炮啊 这炮肯定是比这 杆尔丹军队的大 但是啊 大有大的缺点 就是不太灵活 并且呢 这清军是往上养工 这养工呢 开始啊 还是一个很长的编队 越往上走啊 地势就越狭窄 哎 就只能收缩归缩 那这一下子 那不就是成了人家的火把子了吗 人家上面一个牌子枪下来啊 就撂倒一片 话说这军中啊 有皇上的亲舅舅 谁啊 孝康张皇后的亲哥哥 叫佟国刚 一看呢 这仗这么打下去啊 不是事啊 于是披挂上阵 跑到前线去亲自指挥战斗 正好啊 敌军迎面一个牌子枪下来 胸前就多了几个窟窿 那这国舅爷还活什么劲呢 死了吗 哎 就死了 镇死战前呢 刚才咱们提了个地名 不是叫将军炮子吗 原来这个小胡啊 他不叫将军炮子 就是因为 佟国刚在此战死 所以这个地方 才改名叫将军炮子 并且离此不远 还给这个佟国刚 在此地建了一管种 这都是后话 那为什么在这说呢 哎 您要是到那去旅游啊 您可以亲眼看到 这扶权一看呢 正面仰功不行啊 于是出了骑兵 从两亿包抄 哎 不料啊 人家准杆人也有准备 经过这一天的熬战下来 这清军呢 占了这个火器数量 以及人数上的优势 这准杆韩国呢 占据了这个地势 以及火器先进程度上的优势 所以说呀 哎 这两边打了个平手 天色已晚呢 双方霸战 哎 刚入夜不久 这嘎尔丹方面啊 派使者来了 谁来了 哎 就是那达赖喇嘛 那弟子 济龙忽图克徒 哎 是个大活佛 这会儿啊 不知这个扶权是怎么想的 还就真决定停战了 有人说呀 哎 这扶权是打算等着 长宁一来呀 就跟这嘎尔丹翻脸 然后团团围住红衫啊 把他包了一个死个台的 可是啊 这嘎尔丹傻吗 他不傻 他为什么要跑来一和呀 哎 原因很简单 他的营中啊 弹尽粮绝 这一天的仗打下来呀 虽然没输 家底打没了 这扶权啊 刚一宣布停战 这赶尔丹趁着夜色 可就跑了呀 跑向西北 自己的老家方向 一边跑啊 是一边都在草原上纵火 他为什么纵火呀 把这个牧草烧了呀 你追击我的敌人 没有牧草 你马盯不住 这么一来呢 哎 这场啊 精心策划的维歼战呢 算是失败了 可是虽然大清国这边啊 没打赢 但是 盖尔丹这边啊 倒是输了个彻底 为什么呢 这盖尔丹呢 越过航岸山 来打这一仗 带出来的三万人 带回去 只有两千左右 那有人说都死在战场上了吗 哎 那倒不是 这倒霉蛋的盖尔丹呢 回街路上啊 遇上瘟疫了 这大部分人呢 都在瘟疫当中 死去了 虽然这康熙皇帝 大清朝廷啊 这一仗是没打赢 即便是把盖尔丹打跑了 哎 赢的也不算体面 但是啊 这康熙皇帝 捡着了一个大便宜 紧接着就是 卡尔卡蒙古 惠蒙 墨北蒙古 也就是今天外蒙 大片的土地 化归了大清的境内 所以这么算起来啊 这几场窝能杖啊 值了 那明天咱聊点什么呢 明天啊 咱们得聊聊 这卡尔丹的出身 还有呢 他的存在 对这准卡尔韩国 意义又何在 哎 您等着听吧 这里头啊 还有点花儿 就是这卡尔丹建设起义 霸着了自己的 侄儿媳妇 这卡尔丹建设起义